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瑞芳高宫应用英语科 林英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专区是 老师这样说对吗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从酷音的首页 进入课程专区 点选技高区文法 滑到页面底下 就可以找到这个 老师这样说对吗专区 这个专区的教材来源是 VOA的Ask a Teacher 他们在他们的网站 会收集听众的问题 那主要听众问题会是一些 容易搞混的文法或是字词 那酷音团队会根据 网站的音档和文字稿解释内容 制作成中文的简报 那目前这里总共已经有32篇 未来我相信应该还会有更多 各位老师一定也有遇过 或是自己在做语言产出的时候 遇过以下的问题 有时候上课会让学生造句 写短文写讲稿 或是用英文讨论的时候 他们很常就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我这个字可以这样用吗 或是这个字是这样翻的吗 很多时候会发现 学生其实都是用中文去直翻的 但是中英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 并没有说哪一个字 就是跟哪一个英文字 是一个精准的对照 但不只是学生 我自己也会有搞不懂 为什么两个字不能交替使用的时候 但是若没有广泛的语言输入 及相关文化知识 很难一次搞懂所有字词的精准用法 但我相信我们遇到一个就学一个 这样就是一种成长和进步 那今天这个专区就汇整了 这些很容易搞混的观念 还有很常被学生问到的问题 例如说像是Rise或是Race 在中文都有升起的意思 所以在英文的用法 学生就很容易搞混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我们会看到封面 左栏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简报的结构 封面前沿 然后分别解释Rise跟Race 然后动词的时态变化 最后是封底 那我们可以用这边操作 进入不同的结构主题 或是右下角也有箭头 可以下一页或是上一页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简报的内容 他使用了相当多的图像 以及清楚的中文解释 老师可以看到 他每一篇的篇幅并不会太多 总共我们这样看下来也才 一二三四五六页 不含封底 封面的话 其实只有四到五页的主要内容 篇幅并不会太多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专区很适合让一个班的学生 每一位负责一篇 让他们自己在家观看 理解后 再到学校上台讲解给同学听 让他们用同才的语言 可以鼓励报告的人 用创意的方法 让同学来记住他今天讲的主题 那报告的人也可以设计简单的题目 让同学练习 那当然啦 题目就要跟他的主题非常相关 那也可以验证他自己能懂的 简报的内容 那我想老师的角色就在于辅助就好了 因为这里简报都已经完成了 学生可以直接使用这边的简报 或是他们重新再依照这个简报内容 做一个自己想要的教学简报 我想这样子学生自己做的部分 以及听同学们的报告 可以带来相当不错的学习效果 或是呢 我想这个专区也很适合学生自学 然后由老师来出题目测验学生的理解 但是除了纸本测验之外呢 老师也可以搭配或自行设计 线上的一些互动测验软体 例如说同学们都非常熟悉的Cahoots这个软体 那借由这样的作答抢答方式 可以让学生更加深他们的印象 那教完这一些 每次教完某一个主题 或是学生学到了这里的新的知识 也可以让学生在写作及口说作业的时候 运用上他们学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学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他们之后 输出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运用得上的 好 那这个专区呢 我们刚刚说它是来自VOA的Ask a Teacher 那老师们如果觉得这边32篇已经不够了 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我们可以上网搜寻Ask a Teacher VOA 这样子 好 我现在带老师们到这个网站来 可以看到它网站 其实是一直都有在更新的 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一次的更新 那例如说也有人 观众会问说Crazy and Insane 好 像这么新的内容 可能酷音团队还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更新 老师也可以先来这边看这次的解释的内容 以及他们录的音档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好 那么回到专区的部分 这个专区同样可以指派给学生来做练习 虽然不是真的有测验的练习 但是可以指派给学生来观看这些简报 那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观看酷音的派克系统操作说明影片 好 今天非常推荐这个专区给各位老师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